今晚沒有扣不起來 我是不是 我是不是 今天有感 我今天早上一大清早就去買了 就是我們這個全新的 B156 醜醜包 好不好 我也有訂全套 對真的很貴 但是我的全套還沒來 來,所以呢,我先買個五包 好不好 我是希望可以這五包的揍 拜託 你知道我去買的時候呢 我第一次填到什麼叫我的存款 沒有辦法領出來 我真的沒有錢了,好不好 我討厭寶可莫卡 希望就這五包,讓我歐到宇宙去 拜託 這個是這一次全世界抽頭包裡面所有的角色 然後呢,我個人話是只需要這三顆而已 現在的話,都是重複零件 所以我們就馬上來抽一下吧 這五包耶 拜託,讓我一包歐到宇宙去 抽天王 沒難度 嘿咬 0...07 07 這小天王那不是 這次八抽的沒那麼難吧 拜託 來囉 歐六團 這個03 這顆03 它的配置是PR 我們把一個疊的 至少今天還有新的東西可以介紹 可是什麼是03啊 我的戰規了耶 拜託 戰規 好簡單 欸欸欸欸 21 直接飛到宇宙去啦 好不好 好簡單啊 健假戰規 後決隊 01 太金融了吧 我不知道該做什麼 好爽喔 123 千萬 好簡單 欸欸欸欸 欸 欸欸 抱歉 301 遊戲結束 好爽喔 嗚嗚嗚嗚嗚 哇我第一次覺得我跟歐皇一樣耶 我的天啊 我瞬間開槍一下 馬上來幫大家介紹一下我家手邊所持有的三種不同的陀螺 嘿欸欸 好爽喔 欸 怎麼這三個呢 抱歉 另外兩顆都是千王 這顆蛙所屬蛙是消磨龍王 火焰色龍王上金 擁有六格血量 重量分佈於中心的一個霜 再來是這個消磨下金盤 欸這這個怎麼有點眼熟 黑暗破壞神 這根本是一套的嗎 怎麼騙我啊 它鐵的話是一大許 S 都算是比較過氣的一個零件 恐懼 魔龍滅 然後我們來介紹它的上金能力 魔龍上金是有標準四格的一個左側旋盤 滅鐵 將重量平分於兩側的一個八字鐵 恐懼下金 會因應戰鬥型而作於改變 大家注意一下看到背面 有沒有發現 當你打到一定程度時 它這邊就會打開 打開就會變全圓形的一個底盤 算是蠻特殊的 有沒有 說回去打開 性歸零件 嘿咦 這光是我們的PM鐵 它基本型態應該是長這樣 它這個重心分佈於外側的一個 全新型態的一個鐵 然後呢它一樣有雙能力搭註一下 欸 它可以把這個拆掉變成這樣之後呢 反裝 它就會變成第二型態 這個型態就是為了我們這個 全線的切換所設計 所以其他都是無法使用上裝模式的 一般人的話 只能使用這個型態 下裝型態 下裝型態的話 將刃給往下伸 去增加它的定性 然後並且每個刃 都是一個弧面的一個防禦型態 可以抵禦所有外來的一個攻擊 欸 非常的屌吧 R軸 算是一個蠻過氣的一個 持久軸 如果上裝 它就會變成這樣無法 完全無法卡進去 因為它這邊多了兩個卡點 讓它無法卡進去 所以這個型態 是只能跟我們的一個千王做連動 好 再來最後是我們的千王 哇 好帥喔 然後呢 這次它的藝名非常非常奇怪 給大家看它的日語名叫做這樣 Raked Spriggan 然後它那前面那一段字叫做赤裸 或是坦蕩蕩 非常詭異的一個翻譯 所以我決定幫它起了中二點名叫做 無瑕巨人 反正無瑕跟赤裸應該 蠻有關係的吧 應該啦 所以我覺得它的零件非常的酷 而且我覺得應該要很強 這個挖是我們的 無瑕巨人上巨 這個挖是我們的巨神上巨 巨人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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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 可以左可以右 算是一個蠻厲害的一個上巨 這是它的八字鐵天 充分的將重心分配於四個點 然後宣傳時可以維持一定的定性 算是一個持久的一個八字鐵 最重要的是 黑 無瑕下巨 無瑕下巨的話非常的特別 因為呢 它的臂超高 跟一般的臂它的高度還在高出一些 可以去抵禦任何的攻擊 戰略軸會這麼高的盤通常都是攻擊型 但是呢 它是屬於一個防禦型 不然你有多麼的高 它都可以完美的抵禦每一個每一個而來的一個攻擊 算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一個能力 但是它為了要削減它的能力 臂上也是有加一些凹槽 讓對方是可以信你一個吸收 而不會以示說怎麼打 盡量都完全打不到 這話是我們的PR鐵 好漂亮喔 這個話我們就要來講講 我們剛才所謂的PR鐵上裝模式喔 它這邊卡兩個點嘛 所以到時候 你看它底下這邊都有兩個圈 欸?有沒有 它可以完全卡上去 讓它變成說它有雙層的一個防護結構 低攻擊值下面有一個防禦結構 高攻擊值上面也是一個防禦結構 所以是一個雙重防禦的一個概念 所以這算是一個PR鐵能力 OM軸 OM軸在這裡也推出過一個強化的O軸 可以抵禦外來的攻擊 然後快速回到終點 所以我們就馬上來帶我們這顆 無垢巨人來進行一個 對戰實測 來了 好來了 我們來帶我們這顆 超美的無垢巨人 居武規則下面定暗成是我們的 轉停1分 擊飛2分 暴力2分 雖然這已經是定暗的狀態了 所以各位請注意一下 所以我們今天是採用一個居武規則 來進行一個實測 然後低戰我們兩顆 無垢巨人對他們的戰績展生 好3 2 1 GO 居武規則 對我們等 對我們喔 ein 回去要打擊欸 挖火關鍵 我個人覺得它的穩定度比我想像中還要好 你看我們剛才經過這麼多打擊 可是我們的穩定度依然的好 可是走進有點太穩 擺盾擺盾擺盾 喔喔喔 完蛋完蛋 我們剛才鐵有點卡到 沒事沒事 喔 因為現在兩邊是一左一右 喔這顆海獅稍微會被吸稍微可惜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沒關係 理論上應該是 嚇死了 1.0 其實這顆海獅會被吸稍微可惜 沒有像之前的神鳥一樣這麼誇張 突然勾 可是這個防禦力真的蠻猛的 因為我們在打的時候機會他沒有扣起來 3.0結束 來 我們的污垢居然到我們的 雙神神槍 然後是突然勾 我剛才差點被他跌倒 OKOKOK 其實它的防禦力真的非常好 我們剛才打下 沒扣任何一滴血 喔很誇張很誇張很誇張 欸這時候就來看它的防禦力有多猛 喔 好穩喔 欸感覺它有一點左旋殺手的感覺喔 一格起都沒扣 好 去掉 GO 喔喔喔 欸它轉圈沒有OK 喔唷 喔還好還好沒事沒事沒事 OKOK 好穩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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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好啦 OK 穩啦 這一場應該是輕輕鬆鬆 喔喔喔喔有沒有一個暴擊 方式 321GO 喔我開我開 穩住穩住穩住 好穩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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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贏定了贏定了 就不知道前期他有沒有辦法擊飛出去 這把魔死 喔喔喔喔喔齁齁齁齁齁齁齁 诶 这一颗 我觉得有机会去拿来打比赛 非常的强 轻轻松松 RT是我们的 误狗军 然后 3 2 1 GO 2比0 然后 3 2 1 GO 4比0秒杀 0扣血 误狗军人对到我们的 中 烟 我还没抵御 一样把中 这个 好 完蛋 2比0 3 2 GO 我不想要再一次 算3比0可不可以再一次 3 2 GO 3 2 1 GO 水水水水水 一个完美体育 完美体育 诶 我们要见 它的其实 转速稳定性非常非常好 有一半算是 欧恩走的原理的关系 但是 它本身上盖也是不差 我觉得我马上觉得不太妙诶 只要一个圈子 它是铁太阳的地板 轻轻松松 我们的 帝王天龙对上我们的 烟狗军 水涂完狗 好吧 可惜 水涂完狗 OKOK 快快快 快快 快快 喔 死 死 4 0 我一定要测 它可不可以抵御它的攻击 水涂完狗 抵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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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住 防住 你居然这样已经做了 可是我们来测一下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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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好好,但是再補動一下,我怕以後沒聽到 這個新的軸心,GN軸在高速的情況下的話 它的軸心的彈簧是不是變緊了,有點像PW軸的一個感覺 但PW軸是藉由壓力 OKOK 現在左對左,左對左 不出我意料 水,突然高 喔唷唷唷唷 哇 哇哦 很猛 這隻,各種很猛 喔唷唷唷 黃熱 高幣黃熱 黃泰 哇!2比林 水突然高 哇哦 哇!可以 3比0 好 以上就是這顆 物垢舉人 然後我個人覺得這顆的話 他的擊飛能力跟他的回來能力很猛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一直飛回來 可能他飛回來原因是他這個鐵 他這鐵只要砍一砍就自己把它砍 我個人覺得算是蠻酷的 然後他本身上蓋能力的話 雖然沒有這麼強的抗吸收 但是我覺得還是有一定的抗吸收存在 可是應該要幫他找個配置 因為我個人覺得這顆蠻厲害的 而且重點是我們剛才打的時候 基本上不太會扣血 而且這裡也沒有強化走 所以他說他這個B 對於抗扣血 我覺得算是一個很不錯的一個零件 所以這顆我覺得算是值得蠻 玩玩玩看的一顆角色 應該是有一個潛能在 畢竟他形狀是圓形 而且非常非常優秀 然後他的B 每個B都非常滑順 所以我個人覺得這顆應該非常好玩 好 以上就是我們這顆的陀螺 喜歡這支影片 請幫我帶大家影片分享 每週每週是晚上7月份 我們下次見 掰掰 聚聲對聚聲 然後配置的話 一個是用VNBR 一個是用00CAT 5萬夠 如果大家打到後面沒有被吸收 那就真的很屌 OK 看我們的AT可不可以跟BR打 因為這是最直觀的 只要AT能打贏左迴旋的BR的話 代表說 是真的不會被吸收 算是一個小小的實測 看有沒有可以技能 神鳥的一波 因為BR本身持有儀 其實並不是非常看好 因為BR是強了他的吸收能力 好 好像沒這回事